看钱点个赞,烦恼少一半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秘密档案系列 本期故事叫《真眼教授》 45岁的中国杨是某大学教授 有着不菲收入以及较高社会地位的她 是许多大龄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伴侣 可奇怪的是,在结婚生子方面 中国杨却并没有多大兴趣 每当有人试图牵线 她都会以工作为名,谢绝对方的好意 因此在旁人眼中,中国杨平日的生活十分枯燥乏味 不过作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 不注重个人问题也不算是异类 毕竟长期禁营于研究工作的人 几乎都对研究以外的事提不起兴趣 更何况中国杨还有一名杨子 所以他在亲情方面其实并不算缺失 对于被中国杨这样的知名教授收养 杨子小波实在感到三生有幸 和一般的家长不同 中国杨在性教育方面毫不避讳 认为书比读有效 甚至还在小波高一生日那天 送了小波一整盒避孕套 并提醒小波两性之间安全健康最重要 见中国杨如此开明 小波自然是感动不已 平时小波若是带女朋友回家 中国杨也会主动回避 从不问东问西 给了小波充足的私人空间 后来小波长大成人 与女友小爱结为夫妻 为了方便照顾中国杨 小波没有搬出中国杨家 由于家里隔音不好 小波与小爱过夫妻生活时 必须得时刻注意音量 以免让中国杨尴尬 不过即便是如此小心 中国杨还是偶尔会打扰到 两人的夫妻生活 搞得一家人尴尬无比 小爱实在接受不了这点 因而数次提出搬家请求 可小波却因不忍心看到 中国杨孤苦无依 因此每次都会找借口敷衍和安慰小爱 真灵是中国杨的学生之一 性情豪放 作风大胆的他 一直以自己的外表作为武器 经常通过诱惑手段 从异性那里获得好处 中国杨虽然对爱情没有渴望 但并不代表他就没有欲望 见溜不过 中国杨便只好答应真灵 给他额外辅导 让他早日摆脱学渣这一标签 真灵的男友金城通过观察发现 中国杨好像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正经 为了防止真灵吃亏 他也跟着参加了课外辅导 这让中国杨十分不满 原来中国杨的确有好色的一面 并且程度比一般人要严重得多 只要一有机会 他便会伺机偷窥女性 甚至连儿媳妇小爱都不放过 以前那几次无意闯入卧房 实际上都是因为 中国杨偷窥太过入迷 而被小波和小爱无意发现了而已 只是两人都知道 中国杨是正经人 所以根本不会往不好的地方去想 以为中国杨真的只是忘记敲门 真灵从京城那里得知 中国杨对自己有想法后 竟然丝毫不觉得恐惧 反而非常骄傲 认为自己有魅力 而中国杨也非常享受被勾引的感觉 如果不是京城在场 他肯定会暴露本性 就在中国杨把持不住之时 真灵主动支开了京城 这让中国杨兴奋不已 为了应付报刊采访工作 真灵决定使用色诱术 引诱中国杨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万万没想到 中国杨的注意力 全都在监控画面里 原来办公桌下被中国杨安装了针孔摄影机 因此真灵的妖娇媚态 全都禁收中国杨掩底 见勾引有效 真灵便逐渐加大力度 望着真灵 中国杨不禁回想起自己的童年阴影 在中国杨很小的时候 父母便选择了离婚 后来中国杨跟着父亲搬到了继母这边 可谁知继母并不老实 一旦父亲外出不在家 他便会将情夫带回家乱搞 哪怕中国杨就在隔壁 他也丝毫不在意 时间一长中国杨便因为好奇 逐渐染上偷窥的恶习 尽管这一行为最后被继母发现 遭到继母的各种咒骂 中国杨也没有改掉这一恶习 提前接触到性的中国杨 因为求而不得 只能以偷窥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不接触异性 主要是因为继母的出轨行为 让他对异性产生排斥心理 但爱情毕竟是人生的一部分 受到这两种极端矛盾思想的长期煎熬 中国杨变得越来越古怪 此时买完饮料的京城 回到了中国杨办公室 他的出现将中国杨从记忆里拉了出来 而真灵也因为害怕自己太过分 会起到反效果 引起中国杨的不满 不得不放下妩媚 回到端庄状态 对于真灵的豪放行为 京城不满已久 但是真灵自己却毫不在意 我有魅力别人喜欢看 总不可能怪我吧 某天真灵在如厕过程中 意外发现自己遭到了变态的偷窥 由于发现了及时 变态并未看到什么 受真灵的叫声惊吓 变态非也似的逃离了厕所 逃离过程中 还遗失了用来偷窥的镜子 而镜子刚好被真灵捡到 另一边 小爱因为精神紧张 整天害怕被中国杨打扰 时间一久竟做起噩梦 梦到中国杨私下伪装 强行闯入一室 打算对他不轨 不过和之前一样 在小波的劝导下 小爱最终还是放弃了搬出去的打算 为了应付校刊专栏 真灵竟打算将同一篇文章发表三次 只要增减某些内容 再加上色诱树的辅助 那些教授肯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城对这种取巧行为非常不齿 虽然他成绩和真灵一样差 每天也只知道研究明星 数码以及游戏 但是他从来不干投期取巧的事 面对金城的指责 真灵依旧不为所动 那些教授没有定理 评分标准随意浮动 他们的问题明显比我更大吧 金城嘴巴太笨 根本说不过真灵 因此只能提醒真灵 要小心中国杨 别看中国杨整天西装革履 说不定背地里是个色狼 经过金城这一提醒 真灵将注意力放在了西装革履上 上次在厕所偷窥的变态穿的鞋子 好像跟中国杨穿的鞋子一模一样 为了防止中国杨再次误入卧室 小爱在于小波恩爱前 特意关好了门 但他们绝对想不到 偷窥的地方并非只有一处 中国杨依旧在暗处盯着他们 为了发泄心中的浴火 中国杨决定去找特殊行业从业人员 但由于正常方式无法满足需求 中国杨只能躲进衣柜 以偷窥的方式观看特殊行业从业人员的表演 事后中国杨开始不断地试探小爱的底线 甚至乱动小爱的私人物品 由于每次都有小波帮忙劝导 所以他并不用担心小爱会离开这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杨胆子越来越大 一般方式已经无法令他满足 于是他便主动来到了不正经摄影场所 当然所谓的摄影只是幌子 用来应付警察的 实际上就是淫窝 只是没想到竟遇上了打工的真灵 而真灵也通过中国杨的席子 确定了中国杨变态的身份 尽此仅仅中国杨吓得落荒而逃 内心也在不断地祈祷 真灵千万千万不要认出我 这段时间小爱时常有被偷窥的感觉 但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证据 偶尔抓到偷窥者 偷窥者也只是前来关门的小波而已 并不是中国杨 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 为了顺利完成血液 真灵再次找到中国杨 打算通过威胁方式获得高分 如果中国杨不肯 他就将中国杨在厕所偷窥一事 公之于众 结果没想到中国杨竟丝毫不为所动 镜子上面有很多人的指纹 并不能拿来当证据 而且中国杨的形象是正人君子 真灵又是出了名的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事情闹大肯定是中国杨占优 更不用说中国杨还偷拍了不少 真灵的私密影像 要些手段他也是有的 尽此仅仅真灵只能服软 双方各腿一步就此算了 然而中国杨怎会轻易放过真灵 如果真灵真的想及格 那他就得答应让中国杨偷窥 无奈之下真灵只能同意 让中国杨躲进衣柜里 偷窥自己云语的过程 金城对此毫不知情 在真灵的要求下 他上了真灵的床 只是没想到 中国杨在偷窥过程中 竟然拿出了摄像机 并且还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制造出了不小的动静 见金城靠近 中国杨不得不出手将金城打晕 虽然金城伤得不重 但由于此事经过太过劲爆 很快就被记者知晓 在记者的大肆宣扬下 中国杨的名声一落千丈 被学校解聘是肯定的 与其被解聘 不如自己主动离职 最起码这样比被赶走 稍微好看点 故事结尾 得知中国杨有偷窥屁的小波和小爱 终于搬离了中国杨家 而真灵也因舆论压力 被迫选择休学 为了求得小波和小爱的谅解 中国杨决定尝试心理治疗 希望能改掉偷窥这一恶习 早日恢复正常 本期台湾秘密档案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